好 这个极端气候影响 近两年来台湾少雨 民生灌溉用水吃紧 珍惜并且善用水资源 是刻不容缓 光复乡家里洞部落族人 利用部落头目老宅建筑物 建置雨水主流池 灌溉社区农园的作物 并且也美化老宅环境空间 一举两得 海岸山脉起伏山巒 到了光复乡家里洞部落 突然垂降成低癌频款的山凹 海风一吹将乌云雨水全吹到 中央山脉马锡山成为地形雨 而周年少雨的家里洞 也因此更加珍惜水资源 就会有想到以前老人家 我们在山上有没有 我们自己在弄那个 接水的时候 对对对 我爸就会自己随手弄了一下 刀子砍一砍 他就弄了一个很漂亮的 那个收集水的那个 那个 我就会觉得 对对 我就会觉得 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 所以在弄的时候 我也有跟我们的工班班长 在讨论 我们真是可以做这样子 从部落祖先观察 自然与地理环境牵引变化 至今族人则化为实际行动 透过县政府建设处 老宅建筑环境载道计划 部落族人与不用的水桶 花盆等废弃用品 搭建建筑物雨水主流池 为了不让积水成为 并没有人之身的温床 王部落族人在池中饰养大肚鱼 利用生物相生相克的自然法则 杜绝并没有人之身的机会 我们工班班长也很厉害 他自己有在富裕一些原生种的鱼种 然后我们那个大肚鱼有没有 就养在那里 然后那个布袋连 然后就水比较不会有氧化 然后呢 那个大肚鱼吃那个 解决的那个功力又超强的 所以我们的贡根菜园那边 我们也有收集一些雨水 全球暖化 近几年来 台湾大旱大雨的天气 让人明显感受到极端气候带来的冲击 家里动部落尤其受到地形影响 不已降雨 也因此珍惜与善用水资源 也成为了部落重要的课题 透过了这小小的雨水主流池做示范 未来能进一步推广到部落每个家户 大家一起节约用水善用水资源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